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 经济战 认知战 科技战 打了什么热火朝天 武力战还不到时候 你到位没有 你装备到位了 训练到位了 训练到位了以后 战场的效率到位了 这么大一个计划 你三天两天 你一个临时就出台了吗 这不早就有的东西吗 我打了四眼 美国国防部长 跟中国的防长的热线电话 是不是取消 那才是关键 战区的从来就没有跟战区 建国热线 所以还是这个构成 个人之间的 为什么我讲这个话 裴洛西来 你不觉得是已经讲好了一套戏吗 中美之间 中美之间 怎么全世界都在看 谁是胆小鬼的时候 大陆的网友 跟大陆的这个激进派 在等两军冲突 对不对 台湾看热闹的也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那怎么一个晚上 平平安安就过去了 对 双方都有视线让步 中国大陆在南海 有战区在军演 东海有战区在军演 雷根号有没有到这里面来 没有 雷根号散很远 都得远远的 最该发生问题的是 你兜到宜兰基隆的外海 要切 飞机要钻 切进来 那个时间不是最危险吗 对 就是它绕了一圈 要进来的时候 你总要丑媳妇要见公婆 你要去落地吧 对 落地的前那一段航程 按照半飞的军机 你要办的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前面兜了那么远的重要性 比不上这一段 这一段里面 为什么风险很大呢 台湾的国军要不要起来护航 又增加几架飞机 大陆要不要拦截呢 那不是三个 三个军队在这个 有限的上空里面 那不出事才怪的 据说那天上百架战机 上百架战机 这问题就在 台湾的空域 容不下三百个战机 在这里面乱窜的 对 我觉得好危险 那天有听到吓了一跳 天黑看仪表 飞行员看仪表飞行 心里面是不太可靠 想想看那一天凌晨 晚上这个十点半 到这个降落那 前面那个半个钟头 我不敢想象那个天上 如果真的要护航 真的要驱离 真的要接驾 没有事先讲好的东西 肯定打起来 怎么频频堪落地呢 所以我跟你讲 政治人物 你看美国在泼脏水 所有责任都是中国 中国也在做政治回应 我跟你断绝所有来往 我想你要听这些放话 你不如老老实实看看形势吧 对不对 这个又有人放话 雷根继续留在这边来监控 军演 就是这个Kirby 还有Austin 一艘雷根能够解决中国大陆 所有的军事动作吧 你要拿5000人的性命 去换一个监控吗 我弄个情报船也看到了 我弄个无人飞机也看到了 P8一飞过来就看光光了 电战机电子作战的跟遥控的无人机 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你主要目的就是收集解放军的参数嘛 所以我可能我没有内幕消息 我只是讲我向来对政客放话的东西 都不予置评 你想制裁佩洛西 这把年纪他在政坛还有多久 搞不好是又一届了 对啊 人生还有多久 到时候倒数馒头 对嘛 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候了 他又不在你大陆做生意 你看那个制裁俄罗斯都干脆 你所有银行钱我就给你冻结了 那中国大陆有去冻结 美方所有投资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所以这个是玩真的玩假的 大家去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拥有核子的大国 在这个时间提前引发冲突 恰当吗 美国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人准备好 搞不好说俄罗斯准备好了 对 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都一样嘛 习近平有讲过 你到位没有 你装备到位了 训练到位了 训练到位了以后 战场的效率到位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买汽车 德国汽车 得自马力多少批 你到实际上去开 我被那么右批 对嘛 不是你根本到不了 你要有技术 它是在静态里面测试里面 是这个嘛 所以我们根据以前的经验 凡是经过战场测试的武器 全世界畅销 对不对 凡是在战场打过很多仗的军队 它训练你就不要比了嘛 对不对 美国这么多年 在实战经验上少了吗 每个总统都要对外发布事实 每天都在打 中国大陆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为什么从2018的大炼军 你看他的什么演习都没有停过 非常多 演习还比不上实战 今天搞这个名堂就是说台湾的战场 模拟要模拟一下 模拟武统 模拟武统预演 不是这个东西 裴洛西的混蛋就是 你提前把这个东西 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 军技战 认知战 科技战 科技战打的热火朝天 武力战还不到时候 还没到上场的时候 我们再看 你这个四天的封锁 我是搞作战演习 做写想定 做推演的老手 那个吕建长也知道 这么大一个计划 你三天两天 你一个临时就出台了 这是早就有的东西 我懂 他只是把他拿出 把剧本拿出来而已 不是 拿来饰演 饰演对他是有用处的 为什么 他并没有派很大的兵力 你看出来 这五个演习区 都没有说看到集结多少 几百条船 几千架飞 没有 他是每个战区 在自己的任务范围 他这五个区域的任务 都不太一样的 有的搞联合操演 有的搞导弹设计 对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试一下 我这个封锁计划 还有没有做不到位的地方 效果怎么样 这个飞弹跨过来 打的精度怎么样 偏离多少 这都是他后面做改进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台湾老百姓以前对这个事情 只听了那些民嘴讲封锁穹台 这个就是具体的东西 对 他把这个封锁时间延长一个月 你看看 你说你怎么知道会一个月 古巴危机八十几天 对峙 对不对 如果他延续三十天 台湾的天然气到哪里找 我们就七天存量了 延续三个月 延续三个月 他不要所有使兵到海上 我宣布这里派几条船 你国际商人来 我就上船检查 或者是开个空炮威胁一下 你问问那些国际商人 他的海上保险战争显示多少钱 他负担不负担得起 他又不需要把军舰摆在那里 来你 他就是这个消息释放出来 商业利益就没有了 你今天不是台湾旅行社 那巴士几班航班取消 国际航线要不要担心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消耗你们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读孙子兵法 兵不学忍好像不太可能 这个不要用功臣赤肢 对不对 你现在看看 兵不学忍 风台穷台搞下去的话 他还要打吗 但是台湾老汾性付出的是什么 长达很久的穷困 缺水缺粮缺什么都缺 这个日子能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参考 我们设身处地来想 中共的国家战略是什么 它要争取经济霸权 它绝不是在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的军备 还不足的时候 去跟美国在太平洋去开一仗 不会啊 对不对 好 国家目标是这个 战略目标呢 战略目标是我以战破河 一战破坛 何必要一直打到底呢 你一直打到底 雪海生抽种下去 你将来怎么去绥静这个地区呢 控制这个地区呢 那一战破坛 它是可以 不能破坛破河 破坛就破墙嘛 它很多军事行动 是一步一步来的 旺旺水神抗郡翼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